我们家还有电梯呢 那 杜晓月是你的亲生母亲 是 李梅雅是你的同胞妹妹 是 你现在住哪儿 酒店 怎么能住酒店呢 你说我长林的女儿 她家大业大的 怎么也得有你一席之地啊 这位是 阿姨你好 我叫苏子杰 我是若南从小到大 最好的朋友 那也一起住过来吧 好啊 阿姨 之前家里很冷清 你们搬进来 说不定会热闹一些 我这就让他们收拾出 两间房 你们今天晚上就住进来 好 好 这样也好 只是希望你们 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因为李梅雅之前和欧阳的关系 她的养父 现在又昏迷在医院 所以处于保护她的原因 我和欧阳商量出来的结果是 不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不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等将来 时间治愈了一切之后 我自然会公布的 所以 若南这一边 暂时先委屈一下喽 我无所谓 对 就是 最近不能去找梅雅 自当您来了以后 还没有见到她呢 是不是 叔叔 见不着也没事 这不还有我呢吗 我陪着她呢 好 好 你瞧瞧 这都烂上家常的 若南子姐 你们别见外 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 好 我有事 先上去了 您慢点啊 阿姨 再见 喝点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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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晓月是你的亲生母亲 是 李梅雅是你的同胞妹妹 是 这二十年来 我的心中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 她的根深深地榨进土里 她的职业为我遮风荡雨 但也正是这棵树 挡住了我头上的那片天空 于是我不惜将那棵树连根拔起 心中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黑洞 我本以为我可以用欲望再次将它填满 但是那里却早已是冰冷刺骨 存草不舍 我苦心继续忍入腹中了那么多年 到头来 老天却跟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我以为我飞上了天 可是一转眼才发现 在我拔掉那棵树的时候 我就已经掉进了那个绅士的黑洞里 我想到在爬中了 却再也找不到那棵树了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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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